谁没有一些黑瓜鸣心事 谁能预计后果 谁没有一些狗狠心魔 一点点无心错 我们刚刚从对面 河对面 到了这边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地方有吃饭的 刚刚咱们在街上找的挺久了 终于找了一家吃面的 等下咱们也来一碗这种羊肉拉面吃 今天这家店的老板 国地道 搞了这么多肉给我吃 这个是羊肉 我觉得要给芒果他们吃比较合适 我现在要洗一下 把这个肉洗一下 原来有这个油在上面 洗一下 洗一下放这里 还有最换一个肉 洗一下开水 给他们一个人开点婚 给他们一个人开点婚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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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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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边的街道非常宽广 都是四车道啊 天很难 难得让你不敢相信啊 西藏的天空就是很干净 就是太阳特别大 街上也没有几个人在走路啊 现在呢咱们去街上 找一个超市或者一个面包店 买点干净 因为咱们出了这个盲康啊 买东西就有点不方便了 加上现在这种干旱季节啊 这个山上有很多地方也是不能做饭的 所以要备点干净 要说到这个盲康啊 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了 但咱们目的地不是去那地方 像盲康有三个地方还是蛮不错的 一个呢就是那个金丝喉 咱们昨天不是已经 去过那个地方了吗 好就是洪拉山 那么第二个位置呢就是猛厕湖啊 这边有一个湖 他们的湖都是一错再错的 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 这第三个叫里果寺 里果寺的话那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因为咱们的话带着狗子 去那里也是不方便啊 第一个狗子看的野生动物肯定会追 这样的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也不去离果寺了 所以呢就在街上逛一逛吧 这个盲康的话也是属于昌都市的 啊他属于西藏 但是和四川和那个云南交界啊 三省交界的地方 现在全国啊 不管是大小县城啊 真的是做得是非常干净 你很少看到街上补干净的地方 你看